在第二次我提到观众说, 比较来与 Mr. Day, 我还是一个主持人。 但现在我再说, 我还是一个主持人。 刚才我在吃午饭的时候, 跟 Stockwell Day先生谈了一下。 在今天上午主持第二次论坛节目的时候, 跟 Stockwell Day 的主持技术相比, 它是属于一种业余的。 那么 Stockwell Day 是专业性的。 那么现在他站到前台上做这个主持人, 又觉得是第二次感觉是业余性的。 跟胡总才比。 这些终于的声音是应该做的。 这是我的厉害。 他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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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厉害。 谢谢你非常多。 本来,在比目词上, 应该是胡总才做这个词词。 但是他非常地, 圣情邀请我做这个比目词词。 所以我是非常荣幸的。 所以,再次来说, 上他的 behalf, 上他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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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他的一项。 上他的一项。 我非常感谢你, 上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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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做这个参照。 让我再次代表我们的中国黄金。 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感谢这次主办论坛的所有组织机构。 感谢亚太基金会。 那么对于我来讲就是, 我们作为一个非常有成功的论坛我此次非常高兴。 我们这次能够继续作为一个合作伙伴,然后能够继续取得下一步的支持和成功。 这次的论坛,我们得到了很多非常有用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在这种相互交流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些演讲跟相互之间的交流,我们可以从各个组织机构当中把这些演讲和相互之间的沟通收集起来,然后可以给各方在这些组织机构当中把这些演讲和相互之间的沟通收集起来。 特别是为中国进入到海外投资这方面的业界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信息。 在今天上午的论坛当中有一些对话和商讨是非常直接了当的,而且是比较尖锐的。 今天早上,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如果去接兵阁下,今天早上能够参与到,或者直接听到,聆听到我们各位这个非常热烈的声音。 讨讨论有多好。可是同时,我又非常紧张,有一点紧张,就是这样的直接了当的对话或者讨论呢,其实您没在也好。 那么我也非常高兴了,就今天聆听到区阁下呢,所做的刚才的演讲,因为我通过她的演讲了解到,她是这么一个非常开放的女士,这么一位非常开放的代表 是一个高级官员的表示态。 所以让你平息要感觉,在未来的解放,就这样做,就这样做了解放的解放。 这是什么 eaters,那么现在 rains凡的解放的解放,太明了,但又不再很激烈, 好的事情呢,让大家知道全 Chicken,第一个酒店的解放, 和政治人士,和所有的民主党, 去增加那些共同的解釋。 那是這個訪問的。 我聽聽了區閣下所做的演講以後, 讓我們更有信心, 認為這樣的論壇應該繼續下去, 會有更多的成果。 我們相互之間可以提出更多的新的想法 和各種各樣的想法。 我們這些想法是可以直接了當的, 但是不一定是非常尖銳的。 這些想法可能可以轉述到加拿大的三級政府, 各級政府當中去。 我們通過這樣的了解和通過相互溝通, 使雙方中國企業界和本地加拿大企業界的人士 都能有相互溝通的過程。 同時我們也希望加拿大各級政府和各個政黨 都能夠理解這方面的合作關係。 。 這個會議會會有更多的相互溝通的。 deliver this message, deliver the voices to the both governments of Canada and China. 包括中國以及加拿大兩邊的政府。 那麼這個論壇呢,是一種公開性的論壇,是一個自由討論的論壇,是一個平等的論壇,是你的論壇,也是我們的論壇。 那麼我們一同工作,讓我們一同轉達這樣一個呼聲,讓我們的呼聲能夠更大,更有影響力,能夠達到各級的有價值的這樣一個政府的這個級別上去。 讓我再次感謝我所有的朋友們,老朋友跟新朋友,以及尊貴的各位今天參與的此次論壇的貴賓們,感謝所有在座的人。 park 一個產品 是身を補充目,開 資本主室 大職場 開場 通常 發生的一文招呼 屬與 şur 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新的网页,今天正式就是已经开启,就是这种公开的论坛的这个网页,这个网页呢就是wwwCanadaCABC.com 那么在这个论坛上面呢我们会提供此次论坛的信息跟我们所转达的这个内容跟这个所有的信息,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这个网页呢是一个崭新的这个平台或者是一个信息的网络设施能够让大家呢提意见提评论,而且能这个平台呢将会继续为未来的论坛呢做一个继续的长期的论坛 大家可以访问,对,OK 好,再次感谢尊敬的杰吉兵女士,杰吉兵部长,感谢胡元宝先生,感谢各位朋友,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have a good day once again thank you the Honorable Teresa Watt,and thank you Hu Yuanpao,President of Asia Pacific Foundation,thank you for everybody's participation thank you,and thank you thank you